Graph of piece y function Piece y function呢 它是分段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 在modulus x 那个 其实它也是 piece y function 然后它是一段一段 这样给你不同的 domain 然后你把它画出来 那个就是 piece y function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的 x 加 1 for我的 x 是在 -1 跟 1 之间 x square 是 0 跟 1 之间 fx 0 2 是在 1 跟 2 之间 好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 你想象一下啊 我的这个 y 等于 x 加 1 其实它的方圈是这样 碰到这边是 1 这个是 y 等于 x 加 1 ok 所以它只是要简易到 0 的那一段 所以它砍下来 这一边是简易到 0 我砍下这一段 剩下的不要 所以我只是这一边 配的是这一边 看到吗 ok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y 等于 x square y 等于 x square y 等于 x square 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 y 等于 x square 我们知道 x square 的形状是这样的吗 ok 这个 笑脸的这个形状 y 等于 x square 然后它是在 0 跟 1 之间 不过在这边我们要小心一样东西 就是说这个它有等于 所以我是放黑点 然后它没有等于 我放空白的点 ok 然后接着这一段呢 它要的是 0 跟 1 之间 0 跟 1 之间 这些是我要的 这个我不要 这个不要 所以我只有这一段而已 所以它是这一段 有包括 0 没有包括 1 所以 0 这边是黑点 这边是空的 ok 好 第三段是 y 等于 2 ok y 等于 2 是一条横线来的 y 等于 2 然后它要的只是在 1 跟 2 之间 1 跟 2 之间 所以我只拿这两段的而已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它有等于的你就放黑点 ok 没有等于的你就放那一个空白的点 所以它其实它要的只是这一段而已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所以它画出来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就是 piece by function 然后它是在减 1 跟 2 之间 然后它虽然讲在 0 这边它没有包括 可是 0 这边包括了 1 没有包括 所以这一个是 piece by function 的画法 ok 然后黑点 indicate that this point is included 白一点是 this point is excluded 然后接着呢 它叫你 sketch 这个 graph ok so 首先我们的 y 等于 x square 是这样的 然后减 3 到 2 我的减 3 的时候 它得到的是 呃 这一边是 9 ok 9 然后我 2 这边得到的是 4 ok 所以剩下的地方我不要 然后这个它是要的黑点 然后这边我是用白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第一段是这一边 这样 ok 2 的时候它是 5 5 就直接一个点了 它没有 range 就在这边这样 2 的时候它这边是 5 8-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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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graph是怎样的呢 8-x 的 graph其实是 -x 加8 然后它是在2跟4之间 所以我拿2跟4之间 8-2 我拿到的是 6 然后8-4 我拿到的是 4 然后它2这边不包括 4这一边它有包括 所以它是这样的 ok 所以它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graph 这个就是 piecewise function ok